歡迎來到 TVPS少康站 請示 專門現場特別來賓 謝偉分發言人 林真宇議員 唐小农先生 秦惠助議員 張思綱議員 藍軒小姐 那麼外交部長吳釗燮說 中國攻台機率升高 2027可能是時間點 剩下5年 這樣打了 剩下5年 這樣打了 吳釗燮最近接受 外國媒體訪問的 大談台海開戰 他其實接受不少次 外媒的訪問 基本上我們看這邊 1月 從這邊好了 去年年底9月5號 紐約他就說 台灣做好準備 大陸來吧 然後去年的12月15號 台灣人民已經準備好 為自由而戰了 今年的1月15號 台海開戰 中國會吃足苦頭 1月18號 中國攻台2027是可能的時間點 這是英國SKY 天空新聞網 老共的確 最近一直到台灣來 我們看這邊 他的轟炸機都出來了 轟炸機 兼轟 漆 在北台的區域出沒 在這裡出沒 他沒有在這邊走 他在北跟南這裡出沒 但是是轟炸機討厭 另外他的殲20 也尋以台海 而且他說 飛行員說 台灣海峽沒有所謂的 這條線或那條線 原來有個中線 他就跟你講什麼中線 沒有線 另外他殲20 他老共的最強的戰機 他到台灣來 他說我已經看到中央戰略了 你們台灣都沒發現我 張延庭將軍說 這是他的大外宣 另外到底殲20 如果對付美軍的F-35會什麼 我們家還沒有F-35 我們只有F-16 如果對抗殲F-35 那麼大陸凸顯說威龍是攔截的 他叫威龍 代號叫這個 殲20叫威龍 換句話說 威龍可以對付你的F-35 是這個意思 另外蔡英文入列全世界 五個女性 瑞士媒體說 敢對抗北京的總統 有五個 哪五個 有法國總統 法國總理 芬蘭總理 然後美國副總統 英國王后卡米拉跟蔡英文 我們看一下 說台灣要做好最壞的準備 吳釗燮更說在2027年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可能會進入第四個任期 如果前三個任期 沒有取得重大成就 那麼他就會試圖在新的任期 為自己歷史留名 所以2027年 可能是北京最有可能 採取行動的時間點 吳釗燮更罕見的說 台灣的現狀 可能無法永遠維持下去 只是這個時間點的這個發言 停在立委兒裡 子弟斌說賴清德的兩岸論述 都是照著總統的四個堅持框架走 換句話說跟總統脫不了關係 只是不只台灣人很關心兩岸議題 美國前國務卿 季辛吉還說 美國能一邊堅持一個中國 又試圖在事實上製造兩個中國 應該要避免中美之間的直接衝突 更說大陸應該放棄軍事集結的行為 才能改善兩國關係 但兩岸的關係除了要看國際 還得看看台灣執政黨內部 怎麼處理因應 好 2027 吳釗燮說 中國攻台的機率升高了 那下面怎麼看 一個外長每天在當一個報時器 在拆時間其實很沒有意義 重點是你到底做了什麼 那其實所有曾經被預測的 攻台的時間 那最早的早就已經過了 在2022年都已經過了 2021年都已經過了 所以那個時間並不重要 吳釗燮現在講2027 講跟沒有講是一樣的 重點就是 那請問現在的民進黨政府做了什麼 如果昨天你看到 你看到葉倫跟劉鶴見了面 下個月我們過完年之後 布林肯要進北京 如果美國都已經做排頭兵 都已經進去了 都跟中國採取了一個比較對話 跟緩解的方式 那請問兩岸之間呢 我聽賴清德或者賴清德的子弟兵們 在說話的時候 那個是讓我擔心的 就是繼續遵循蔡英文的路線 兩岸今天的緊張 不就是蔡英文路線嗎 當你這樣講的時候 固然好像是對蔡英文表達一種效忠 一種尊蔡的一種的簡單的表述 可是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講 那不就繼續緊張下去 緊張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發生意外 這有什麼意義呢 現在的兩岸的軍事緊張沒有疑問 有些大家知道 有些大家都不知道 我簡單講兩件事情 大家聽聽看好 一個就是其實去年底 去年11月大陸的廈門艦 052D的廈門艦 在台灣距離蘇澳外海 不到24海里的地方 跟我們的紀德艦對峙的那一幕 那個對我來講很有感覺 他的紀德艦 我們的我們的紀德艦 叫052D的廈門艦 我們是馬公艦 他們是廈門艦 馬公對廈門 馬公叫廈門說 這個是我24海里的 就是說警戒區 請你先離開 他不走 那個地方擺著 除了旁邊的就是蘇澳 蘇澳港 蘇澳港是我們拉法業 就是說部署的地方 他就在外頭 他常態性在那地方活動 24海里對他沒有意義 24海里就是臨街區 再進來 就已經是靠近我們的臨海了 上個星期我們講過就是說 我判斷今年的解放軍 不只是海軍會在你的24海里 會佛羅倫 我們的漁船只要一出海沒多久 搞不好就看到了 過去你可能是聽到 感覺到 但是現在不用 你不管是軍艦或者是漁船 你只要一出港沒多久 你可能就看到解放軍的船 在距離你不遠的地方 今年你會感覺到 去年廈門舰已經到了 台灣幾乎不談這件事情 第二個剛剛講到殲20 以大陸的 對了 就是說你把它當作是大外宣官 官宣 我也同意 可是重點是他講的是不是真的 重點是不是他真的已經到了 我們的某一個海岸線的周圍 我一邊開著飛機翱翔於天天際 一邊看著台灣的中央山脈 跟漂亮的海岸線 那一幕是不是真的 我不敢確定 但是以我過去 對大陸這種的軍事的官宣 官宣的味道 藥武洋味的味道固然很濃 但是內容的部分 我認為是真實的 殲20可能已經很靠近台灣了 他無非在炫耀一件 他不講的事情就是 我的隱形戰機經過你旁邊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台灣的雷達看不到我 我披著隱形斗篷在你身邊活動 你根本不知道我已經來了 他的官宣的內容裡面 還包括了不是只有台灣 日本方面 也發布了很多解放軍軍機靠近 或者穿越宮古海峽的 這些人的訊息 可是我的殲20 都已經穿過宮古水道了 日本方面都沒有告訴你 表示日本方面是不是也不知道 我也穿過了對馬海峽 可是日韓的雷達好像也不知道 我是不是就像一個隱形人一樣 其實我可以進出你家裡面 甚至於一些網友們會很誇張說 有沒有可能我經過你總統府上空了 你可能聽到了聲音你也不知道 因為雷達上面看不見 有沒有可能 有可能 因為在上個禮拜 當我看到它兩架是我們看到的 雷達上面看到的就是轟6 跟它的空警500穿過巴士海峽 到了我們東南角 這種組合的飛行是很奇怪的 它竟然沒有戰鬥機的護航 有可能嗎 不太可能 這種的隊形 空警500跟你的轟6穿過巴士海峽 都到了台灣的東南角 理論上來講附近一定有戰鬥機 如果你沒有看到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殲20 尤其你要注意的是 當他開始把殲20大量曝光的時候 表示他下一代的戰績 已經在後面了 好吧 外國媒體說 北軍拒絕中美國防部長的對話了 因為他們希望說 雙方的軍方能對話 但是北軍不肯 另外到底海軍誰強 專家說美國海軍的數量不足 比大陸落後 但是也有專家講說 美國雖然艦比較少 但是它的電子裝備 高科技裝備比較好 老共未來兩年 預計會有400艘戰艦 老美2045年的時候會有350艘 現在2023 2025還有22年以後 它會有350艘 可是戰爭學家 歷史學家海戰專家說 過去整個人的歷史上 只有三次少艦能夠贏多的艦 大部分人都是多的艦 會打敗少的艦 另外為了對抗大陸 美國陸戰隊在太平洋島嶺 部署反艦的飛彈基地 就是飛彈能夠打這個戰艦 藍軒怎麼看 我覺得當然就我們最近 不斷在做一些所謂的兵推 兵推一直是我們相關的討論 我覺得這一個相關的一些 美中之間的軍力的評估 如果去跟現在的兵推的結果 去相呼應來看的話 我更覺得我們台灣要更務實的 不應該像吳釗信這麼的一個 戰狼式的外交官的一個說法 就是在兵推的過程當中 我們會看到 其實美軍如果他們真的出兵的話 我要強調是真的出兵的話 他們事實上整個的國力 會倒退好幾年 我記得我們最先 過去這幾個禮拜 在討論美國的CSIS 他們的兵推的時候 如果這個樣子的話 其實美國會不會因此 而不願意出兵 我以為他們會是 要去評估的事情 如果說現在 不管是剛剛向龍講到的殲20 不管是剛剛講到海軍的這個艦 確實我們看到 美國的前海軍作戰學院 的相關的專家 就認為說對於美軍來說 你即便標榜你的科技力 比中國來的高 但是你的數量 遠遠不及於他的話 而且海戰很可能會失敗 如果說不管就兵推來看 不管就時局的 軍力的消長來看 其實你都未必能夠打一場勝仗 而且這個勝仗的話 你可能自己要付出 很大的代價的話 到底美軍可不可能會來 而且美軍可不可能回來 是一個我們在討論 這個話題的盲點之外 日軍會不會來 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CSIS講到說我們會產勝 終結是勝 但問題在於說 前提是美國也來 日本也來 日本會來嗎 美國會來嗎 日本最近的一個民調 他們74%的人 反對日本的自衛隊 去跟解放軍對打 所以他們根本不願意 雖然岸田這樣主張 雖然岸田不斷的去升高 他們的國防預算 但事實上日本的百姓 日本的輿論 是不願意為台灣而戰的 所以我覺得像這些事情 對我們來討論 這段時間 2013年開幕以來的 兵推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都沒有很務實的 去談這件事情 好像兵推的就紙上作戰一樣 紙上作戰我們可能會贏 終於就保住了 但問題是前提在於說 那麼多的盲點 他會來嗎 他會來嗎 如果都不會的時候 對台灣來說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吳釗燮很誇張 就是說我們一個外交部長 這麼像名嘴 他不斷的在國際的舞台上面 進行所謂的大外宣 就不斷的強調說 台灣沒在怕的 台灣就是怎麼樣 你很少看到 你看 我們剛才講到了 像布林肯 美國就算有很多的一些軍事專家 國防部長 參謀總長 什麼印太的沙皇等等 會去推估說 哪一年台海戰爭的可能性比較高 你沒有看布林肯這樣說 所以布林肯 他不斷的去穿梭於美中之間 試圖去緩和 這個美中之間的緊張局勢 試圖去重新恢復美國各個層級 美中之間不同層級的溝通 而且去搭建所謂的護欄 台灣的外交部長不去談 到底可以怎麼樣的去 降低可能的作戰 可能這個風險 反而不斷的去講到說不可能 他這個話我覺得聽起來 真的很不像外交部長說的 他說 我們的現況永遠不可能維持的 你就覺得他這個話 好像就是他很高興 聽到這個樣子 他很高興台灣的現況不會維持 他說雖然台灣願意跟中國協商 但是我們不可能屈服的 他的政治前提就算是屈服 所以我們民眾永遠沒有辦法接受 我的意思說 你聽到一個外交部長不斷的說 不可能這樣 不可能那樣 不可能這樣 不可能那樣 他其實反過來說 你有沒有去創造條件 可不可能怎麼樣 讓台灣在備戰之餘 可以避戰 而不是備戰 因此導致的引戰 吳釗憲應該這次內閣改組 叫他去做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每天都講 現在很兇獻 我們要很小心 外交部長提到來吧 來吧 我們準備好了 來吧 接下來再回來 最近他在關心借密 個資等等 健保署的前主密叫葉逢明 因為他第一次約談就把他給放 吳寶請回 那個科長是10萬交保 吳寶給他放了 結果現在大家發覺 很奇怪 這麼多個資 十幾萬都跑出去了 而且他們有些人 是管那個勤制人員的 而且說他的家族在港澳 有10億的存款 這麼多錢 怎麼回事 而且他每次都是禮拜四走 禮拜天 禮拜一回來 時間很奇怪 所以又被約談 這次就沒有吳寶給他10萬交保 也不多 但至少表示有嫌疑 而且限制他的出境 被報說家族有海外的巨款 到底是他賺的 還是家族賺的 另外健保署的官員 說六天去查10萬筆投保的資料 健保署他們自己做行政調查 研判是公務所需 不是為他個人 公務需 公務需六天需要查13萬筆 這很大的筆 到底是為什麼 又說十多年查10萬筆 到底多久 反正就查了很多 但另外說他 沒有查到他下載的資料 同時也沒有查到他 存取吸出去的資料 所以沒有洩漏各支的證據 有人講只有兩種可能 一種可能他的確沒下載 沒把資料外洩 一種是太高竿了 你現在查不出台他 因為有高手幫助他 所以勢如春夢了無痕 你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下載了沒有 下載了幾次沒有等等 不過健保署說 我們已經把查詢的權限最小化 只有很少人能夠查詢 使用的權限全面關閉 可是你知道 這些是主辦科長跟主祕 他如果主祕都不能查 那誰能查 只有署長副署人能查 那怎麼有這種可能 如果大家知道 這些政府機構 那個主祕是中理 城上 企下 中理所有的事物等於是看家的 所以他說我已經關閉了 現在承保組的科長謝玉蓮 承保組的職員李仁輝 跟前主祕 葉豐敏 都被限制出境了 我們看一下 請二度密訊相關人員 本案已經進入了司法偵查程序 本署是尊重司法調查 全力配合偵辦 解放調查涉案的三人當中 只有城保組科長 有查詢健保資料的權限 第一步約談時 暫時將前主祕請回 但進一步追查 發現葉豐敏跟城保組科長 有上 中 下層關係 疑似是上司 只是下屬 全案升高為國安層級 發布第二部的約談 依涉犯洩密及 國家情報工作法等罪 遇令前主 葉豐敏 十萬元交保 城保組科長 謝玉蓮和李仁輝 分別以十萬元 和八萬元交保 依據本署的調查 謝信同仁 在107年的8月3號 到8月8號期間 有大量查詢 大約十萬多筆的個人資訊 該期間的查詢 目前查有公務依據 目前也沒有證據顯示 有資料外洩的情況 健保署為此開啟者會澄清 強調沒有證據顯示資料外洩 而查詢資料 都是為了因應 退休金年金改革制度的實施 才會針對50歲以上的公務員投保 做統計分析 未來將啟動危機處理 除了要檢視內控機制外 也會對查詢健保資料的權限 做出調整 我覺得這件事情好瞎 第一個 檢調單位調查 認為他們有問題 可是健保署公佈說 他們沒有問題 這個不是偵查不公開嗎 那你健保署你去查 查了以後你就公開 好像認為他們都沒有罪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瞎 檢察官是不是可以叫 健保署閉嘴 否則你是泄密 還是提供資料給他們去答辯 好像他們提供這個資料 可以給這個主密 給這個科長說 我們的這個署例查無此證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檢調單位去查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有證據 你才去發動偵辦 你發動偵辦之後 你的後勤部隊 這個健保署說他沒有問題 然後你約談這個主密之後 又無保請回 無保請回被大家抗議之後 就說已經上升到國安問題了 10萬元交保 我們有泄密 有國安問題才10萬元交保 那就讓我覺得 我們的檢察官交保好奇怪 你看我們這個會選案 我們那個叫什麼 你們那個 北投那個叫什麼 蕭景田 1500萬交保 1500萬交保 是什麼 說他賄賂里長6000塊錢 或者是1萬塊錢 然後我們台南地檢署 讓這個邱莉莉議長50萬交保 副議長30萬交保 說他們賄賂那個議員 一票是1000萬到2000萬 所以台南的地檢署 跟台北的地檢署 賄賂1萬塊要1500萬交保 賄賂2000萬 30萬 50萬就交保 現在是上到國安泄密個資 然後說他海外有10億的存款 只要10萬元交保 他這個衡量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也搞不清楚 然後他去查詢之後說 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都沒有任何問題 檢察官不是爛訴嗎 你發動偵辦就擾民嗎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 發生這種事情 不是很好笑嗎 這個讓大家怎麼相信 我們的行政調查 怎麼相信我們的司法調查 這兩個背道而馳 我覺得真是讓大家覺得 我們的衙門 拜託你們爭氣一點好不好 來 志宜 我覺得其實我滿認同 這個慧珠姐說的 其實台灣的檢調跟司法 到底怎麼了 改革到現在改革這麼久了 蔡總統 您的司法改革改到哪裡去 檢調的部分其實坦白說 我非常認同 因為現在台灣的檢調 就是一國兩制 大家可以看到 台南的不管是 我們的88槍也好 我們的蘆渣案也好 我們的各方各面的 再加上我們再來回來看一下 新竹高鴻案的 8條路去搜索 然後結果其他沒有一個案件 你辦得出來 好 現在包含到泄密了 我們不是有數位發展部嗎 數位發展部的功能在哪裡 你們當初不是要數位仲介法 等等相關的都跟 就是所謂的保密房碟有關係 我們的國安層級等等的這些 請問一下我們國家怎麼了 連最基本的 我們所有健保署的個資 完全都看不到 難道請問是 之前衛福部長少良不正下良 我還一直傳到現在嗎 完全沒有 我現在看不到現在蔡政府 您到底要不要改整個 內閣總辭吧 從上到下 國防外交內政 沒有一件可以的 請問一下 台灣要繼續這樣爛下去嗎 2024 你們還要繼續承擔 這樣子的失誤嗎 佩芬 所以這一次健保署 資料外洩的事情 確實是非常的扯 看得讓人非常非常的生氣 而且我覺得看到 這個10萬元的交保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都會覺得說實在是太輕了 就是說當然我不知道 檢察官他手上有多少的證據 等等的 但是其實我們說 就是你侵害的這個 如果你違法侵害的這個 國家法益 社會法益 個人法益 其實國家法益是最嚴重的 這個非常非常的 拿著中共的錢 每個禮拜四 禮拜四出去 然後禮拜日回來 然後他每一次去的時候 都不用換人民幣 然後去的時候 回來之後 家人的 大家的帳戶都多 我這件事情真的是要延辦 健保署現在說 查無資料外洩 這個我是我個人到目前為止 沒有很聽得懂 但是我覺得說這樣子的 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說沒有資料外洩 但資料確實是外洩 這個過程中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是要嚴加查清楚 思考 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寧可信己有 第一個 不下載 不download 並不代表資料沒有外洩 他會覺得看了某些人的資料 他用手抄的方式可以出去 特別是他們常常在做這些工作人 我們當然知道什麼樣的途徑 會被外面的人知道 會被內部的長官知道說 我動了這些檔案 所以也許我要給別人資料的時候 我就用其他的最土的方法 就用手抄的方式 我今天要查張某某的 把他查出來 然後他在身邊知道就醫紀錄 我要查蔡英文 再查某些大官 我就把他抄起來就好 我要抄起來給某些人 事實上就出去了 事實上就出去了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離譜 而且我們經過今天的 震風的調台資料說 原來健保署過去是沒有權限的 是沒有做相關的SOP 就是誰能查 誰不能查 然後誰能看哪些資料 是沒有這樣的權限 到今天發東莊事發之後 才有這個所謂的權限出去 到底這三個人 這主秘跟科長 還有科員之間 三個人是個別作案 還是集體的 還是彼此之間在這個角 在這個裡面 各有負責的角色 我覺得這部分要一一的來去做 一對一的來做一些查詢 查案 然後瞭解到這三個人 有沒有互相彼此來翻譯聯繫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嚴重 絕對不是說 我們一般人賣個資 詐騙集團賣個資賣出去 因為健保署的資料 事實上比大家裡面想像的多更多 因為他幫每個人的疾病 用藥 甚至他的這些 很玉利的一些魚組等等 都在我們的健保署的資料裡面 所以這件事情要查到底 而且這個震風署 怎麼會比這個地檢署 率先告訴大家 他們沒事呢 你一直做內部調查 但是真正的 這個侵害到法醫的時候 翻到司法的時候 是地檢署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要查清楚 而且我覺得你可信其有 而且讓人家懷疑 你這樣行政調查 先洩漏 有沒有那種隔空篡證的嫌疑 隔空篡證 你看我已經講了 他講 你看看 我們都沒有 這個嫌疑很大 另外網路上還有都是我們 駐外情報的資料 要賣10個GIGAB要賣15萬美金 在哪裡 你看 地點是吉隆坡 馬來西亞 然後餐序的交通費 餐序的費用的收據 情報人員的週報 每個禮拜要寫一個報告 都在這個地方 到底怎麼回事 而且第一波已經報出來了 現在有第二波資料報出來 我也好奇就是說誰拿到的 拿到誰 然後到底誰會去買 誰要去出價買這個資料 都令人非常好奇 休息一下再回來 既然就有回事 過分他 就算有點遠 請回家